好来看到花九县是新城乡连结花莲市以及秀林乡的重要道路之一 常年有大型车辆行情已经造成路底不堪负荷下陷 路面现况的均烈溃损 严重影响到民众行车的环境 获得中油公司补助这个计划 新台币1770万元整 并且完工启用将改善用路人的新的安全 花九县为新城乡连结花莲市以及秀林乡的重要道路之一 这项计划改善第一段为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北浦油库以及空军加山基地重要领外道路 因此常年有大型车辆行进 已经造成路底不堪负荷下陷路面现况归类情况 严重影响到乡心行车的环境 因此在112年2月规划设计 并且提送计划到中油公司 获得中油公司补助本计划 经费新台币1770万元整 并且在112年8月1号开工 完成第一阶段 由嘉陵村真武工前往转弯到明尔街 第二阶段加明桥到嘉陵村真武工前转弯处 同时也在112年全部完工 王秋香村长 希望乡长能够在新秀村都做一些建设 都做一些建设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这条道路是中油经常在使用 还有我们城堂也在走 包括嘉明村的我们这些 秀林乡的乡县都会走这条道路 还有一些大概都经常性 最重要还是重车在走 但是道路破坑 我们没变 沉沉沉沉沉 你代表每天你代表 希望说这个地方要把土点和保护 还在村头上也要打电 还有我们家的那些十多年 你就知道没做不行 结果大家就赶紧来到台北去叛阳 去找这个中油 刚才当时这个中油也缺了新疆香港所有人情 有时这个新闻缺不对 来回市内 当然都要回市内 我们当时在建设 办建造的时候 他们新闻够发了不对 新闻够发了不对 所以去拖这个口气回来 也找一个地方 孔文吉到三天 所以季亚也够好 林智舍也够好 最后来的那些所在城市 1700几万 这个地方才来 破掉 现在何离台表示 花九先是新南乡 重要的另外道路 1842年就跟 透过中美公司协助 完成嘉明桥 经过嘉宁村 真武工 以及嘉宁七号桥 一直到明友街的AC铺设 花灵市或是休灵乡 都有平整安全的道路 可以行走 并且感谢中央 换新政府 现在徐中 以及中美公司的协助 以及立委孔文吉 协助公署 争取经费 达造下明安全的行车环境 守护乡亲用路的安全 记得嘉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